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梁皇大义 我们上节课讲到整个思想的梁皇大义的第七段 就是慈悲道场 慈悲我们讲过了我们讲到道场 就是这个场域 我们前面讲到说 用世间的场域的理论来举例呢 我们举了像下棋打球 它的场域是线条 是一种虚拟的一种场域 像第二类是住家 学校 乡镇 国家的国界等呢 这是一种确定有形体的一种场域 第三种就是像买卖 网络 这是一种不确定的一种场域 第四种呢就是一种科学的极大 极小像天体的极大 像原子核子的运转是极小 这是一种极大极小的场域 不管是虚拟的场域 确定的有形体的场域 或者是不确定的场域 或者是极大极小的场域呢 我们都标志着一个意涵就是呢 所有世间的一切的作为 一切运转 运力 那么都需要有一个空间 有一个平台 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把这样一个观念套到佛教里面来呢 我们说佛法的红传 佛法的修习呢 同样的也有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道场者 就是修道的一个空间 修道的一个平台 修道的一个所操作的一个什么 一个我们的所谓的气世间 跟友情世间的一个融合的区域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 这个佛教的场域思想理论呢 我们现在介绍八种场域 这个呢是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说佛教的八种场域 那这个八种场域呢 就是寺院造像 结界 曼陀罗 前三个是属于 祝词三宝的 我们用三种三宝来解析 这个佛教的场域 第二类呢是 这个我们这个说佛的大千世界 以及无量的佛国土 这是属于真实三宝 第三种呢 就是所谓的一体三宝 是一真法界跟法界性 最后是贯穿这三者之间的 就是观想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表呢 把这八种场域 把它做一个分类 首先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的三种三宝 所谓真实三宝呢 真实三宝就是 活生生的释迦牟尼佛 或者是这些阿难 迦瑟 弥勒 普贤 这些菩萨 这些圣生 还有就是佛经口所宣说的 大小城的经典的这些道理 那么这是真实的三宝 佛是真实的佛 生是真实圣者的生 法是可以让人听闻了 马上就开悟见性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真理的 好像几乎惯领一样的这种 这种法音 所以这是真三宝 那么住持三宝呢 就是佛灭渡了 圣者远离了 那么我们听闻不到 佛菩萨的教诲了 可是我们还要学习佛法呢 所以我们呢 要让佛法长留这个世间 住持这个世间呢 所以我们就塑造了佛像 我们呢 就把佛所说的语言阴声的 把它集结成各国的文字 可以阅读 可以研究 我们呢 也受戒 受三堂大戒呢 成为比丘比丘尼 然后呢 来弘扬佛法 虽然我们是凡夫生 虽然这个佛像是 木雕的是泥树的 是铜座的 虽然这个经典是 只是以纸张油抹矣 可是它却能够让 这个佛法呢 长存在世间呢 让友情学习 所以叫做住持三宝 因为佛像 因为经典 因为这个凡夫生 披加沙 受三堂大戒的凡夫生呢 所以能够让佛法 留存在这个世间 所以叫做住持三宝 那么什么是一体三宝呢 一体三宝呢 就是指 一切法 它的体性是 原生性空的 是唯心所现的 所以呢 法的实体不存在 就是空性 就是我们的决性 空性也好 决性也好 这是一切宇宙万法的 本然 真实性 那么这个真实性呢 就是佛的法身 所以呢 一切法 是唯心所现的 是决性 一切法是 缘起信空的 是信空 是空 信空 或者是决性 就是法 就是所谓 三宝里面的法 这个法 就是佛的法身 佛就是以这个法性 为身 以决性 以原觉之性为身 所以叫做法身 那么佛也是 身术之一 也算是 身重的一份子 那么 那么证得这个空性的大菩萨 也是圣身 所以这个法身呢 法身大事 就是指着 登地证得空性的菩萨呢 所以他们也是法身 所以这个一体三宝 就是指的 指的什么 指的这个所谓的空性 指的 有情的 如来藏性 觉性 这就是一真法界 佛法身 就是我们的佛性 就是如来藏性 就是缘起性 空的空性 这就叫一真法界 这就是一体三宝 佛法身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法性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三宝 那么这三种三宝 它就表现了 不同的场域 比如说注尺三宝 我们呢 就在这个寺院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蒋经洪法 我就在这个 妙香宁佛学院的 这个围墙里面 在这个殿堂里面 有佛像 有经典 有出家 四种地址 那么这就是一个 注尺三宝的一个展现 那么 释迦牟尼佛 在陆野院 在灵鳩山 在社会国 几树孤独园 等等的 那么有大比丘众围绕 还有居士护法 国王 百官 还有隆天 这些天神 等等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真实三宝 那佛的亲近的法性 就是一体三宝 所以呢 他所对应的 所谓的场域 不一样 我们就是在这么一个 寺院里面 佛就是在 那样子的一个 什么 一个时间跟空间之下 那么一体三宝 就在无量的法性中间而存在 那么由这个原型 这个基本型呢 就可以再演化出 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像 祝寺三宝呢 像我们结界 这个呢 可能在家中不太了解 比如说我们出家中 我们到一个地方以后 我们要举行僧团的结末 比如我们要传戒啦 我们要做忏悔啦 那么 我们要集大众 那集大众到底谁要来 谁不来呢 就要画一条界线 在这个界线里面的出家 就要来 不在这个界线里面的出家 就不需要来 如果界线里面出家的人不来 或者出家里面不同意 那么就这个结末 这个做法就不成立 所以它要有一个范围 就好像我们世界一样的 我们成立一个 妙相邻的董事会 这董事会里面的人 他就有权利来投票 决定妙相邻的事 对不对 我们要成立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 到底谁有权利 谁没有权利 享受这个公司的权利 享受这个公司的投票权利 享受被选举成为 理事的权利呢 它就有个范围嘛 那么结界 它是以空间 划定一个空间 在这一个空间范围内的出家人 就是在界内 那么就必须有责任 参与这个会议 也有权利参与这个会议的 决定的投票权 所以这个就是结界 还有一种就是曼陀罗 或者是檀查 曼陀罗是密宗的 就是把佛像摆出来 然后相关的装饰具摆出来以后 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所说的坛场 其实我们这个寺院 也是一个坛场 它就是一个屋子 一个围墙 然后把佛像摆上去以后 就变成一个坛场 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寺院 大家好像是觉得是一个 好像理所当然的 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琉璃瓦啦 有一个山门啦 那么就好像是一个殿堂啦 什么的 就好像像个寺庙啦 那如果今天譬如说 我们要在体育馆 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要成立一个坛场 我们就把佛像搬过去 把护法 把一些庄严具搬过去以后 那就变成了一个道场嘛 对不对啊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只是呢 我们所装饰的空间 不一样而已 所以就是像 台湾啦 或者在马来西亚 或者在中国大陆 或者东南亚各国家 其实呢 就是这种结界 或者是这种 临时搭建的曼陀罗 或者道场呢 其实它都是跟寺院 一样的类型的意涵 好 这是从住持三宝的立场 来讲这个所谓的道场 那么从真实三宝呢 我们说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 那个就是真实的道场 真实三宝 像在灵鸠山 鹿野院 社会国 己固园等等的 在经典里面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讲到 说这个大众的话呢 就是罗汉 就是这些大比丘门而已 这是一般的经典 那么在有的大臣经典里面 他会讲到说 东方什么佛国 什么佛 然后呢 请大菩萨 哪一尊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西方什么佛国 哪一尊佛 然后呢 这个佛呢 请哪一尊菩萨 带领多少多少菩萨 来到娑婆世界 听释迦牟尼佛讲法 有没有这种经典呢 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 他所展现的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场域呢 就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了 他就是十方的佛国图 都含色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臣经典之下 作为这一部经典的 弘法的空间 平台 所以 真实三宝呢 在升文层经典 在阿含经里面 尤其是阿含经里面呢 他就是 释迦牟尼佛 说不世界为主 对不对 在大臣经典里面呢 就是以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佛国图 无量无边的世界 作为大臣经典的一个场域 一个道场 如果我们从一体法界而言 整个空性 剥弱的空性就是一体三宝 那么 这个剥弱空性的话呢 是从真空 绝项的立场来说 佛法身就是所谓的真理 就是所谓的空性 如果我们从华言的四四五外的立场来说的话 每一粒沙 每一粒这个围城 都是无穷无尽的法界 都是到场 因为呢 一粒沙 一个围城 它就含有了无穷无尽的宇宙 所以呢 一粒沙 一个围城呢 就是法界性 所以呢 我们把这样子的 这个 从住持三宝 真实三宝 一体三宝 它的原型跟 开眼的别型 我们来看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 从真理上讲 从一体三宝来讲 或者是从 真实三宝 从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从释迦牟尼佛的法报身来立场 还有 从我们的住持三宝 就展现了 不同的 坛场 不同的道场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叫贯通型 就是什么 就是观想 我们所讲的 前面的 寺院也好 结界 曼陀罗 三千四界 十方四界 一粒法界 前面这七个 都是客观存在的 一个 所谓的道场 一个所谓的 场域的理论 那么如果当我们 一个友情 透过观想的时候 就可以把 这前面的七个 同色在 融合在 我们的心中 所以说 这个叫做 观想的场域 它是 贯穿 融合于 住持三宝 真实三宝 一体三宝的 像我们 前两天 我们讲到 这个炉香站 有没有啊 炉香站 我们是在 住持三宝中 可是我们 我们就可以 透过 观想 把 真实三宝的 十方四界 纳入里来 可以把这个 法界性 纳入 我们里面 我们 无量的 佛国土权 都有 我 圣去 供养 对不对 那就是 法界性 一真法界的展现 所以 这个 观想的场域 它就可以 贯穿到 住持三宝 生持三宝 一体三宝 中 而成就 好 那么 我们了解了 这个 佛教的 这三种三宝 所开展出来的场域 当然你说 九种也可以 说十种也可以了 无法 就是基本上 我们从 住持三宝 真实三宝 一体三宝 所开展出来的 圆形 别形 贯通形的 这样子的一个 结构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所谓的道场 慈悲道场 这个道场 我们讲就是我们有情修学佛法的一个空间 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 从我们所提到的 以三种三宝而开展的圆形 别形 贯通形呢 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道场 其实 它以三宝为核心 开展开展的不同的类型 都叫做道场 随我们众生的根气 而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道场中间呢 供修 好 我们道场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下面 场域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场域的话呢 那么它跟佛经呢 佛经就是一个最真实 最原始的一个所谓修道的一个展现 佛跟着菩萨 跟着罗汉 跟着弟子们呢 在宣说佛法 而弟子们透过佛的解说佛法呢 能够心开意解 得到身心的清净而解脱 而开悟 这就是一个修道的一个场域 一个修道的环境 所以呢 从佛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场域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来看佛经分成三分 续分 正宗分 跟流通分 比如说阿弥陀经说 佛在社会国几树几孤独圆 这个地藏经说 佛在道理天为母说法 对不对啊 这个道理天 这个社会国几树几孤独圆 法国经佛在灵鸠参 这个地点 还有大众 像刚刚讲的 他方的菩萨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领域 这个时候的道场呢 就扩大到了 大臣的十方佛国土去了 如果是阿弥陀经的话 他就只有比丘重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重呢 跟地呢 就决定这个场域位置 或在人间 或在天上 或在娑婆 或是十方呢 这个跟时间地点 听众 都决定这个场域的地位 那么正中分呢 就是在续分的 这个场域中呢 做法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在 妙香林佛学院 这个场域是确定了 那我们今天 我们修行什么法呢 我们修良黄的思想 对不对 那么明天 换了另外一个活动 我们呢 修行十六观经 我们修念佛了 过一阵子 我们到 到了这个 赫明禅师去 我们来打禅膝 对不对 过两天 我们又到三会讲堂去 我们念华严经 我们修华严法门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场域里面呢 他修着什么样的法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 所以不同的经典的正中分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 所修行的这个法门 那么流通分呢就是 我们在修习这个法门之后 所得到的一个功德果报 就是流通分 所以呢 每一部经典呢 它都 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场域呢 吻合 结合起来 表现了一个 场域的概念 在这个场域中间 举行的什么样的法会 得到什么样的一种结果 表现了这么一个思考 这么一个思维的流程 好 这个场域的理论 跟佛经的关系 我们讲的这边 我们看下面 我们这个要谈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这个场域决定了 那么我们也说 修行的法门也决定了 那么我们要谈问题是说呢 场域决定了 法门决定了 那么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探讨 就是说呢 什么样的力量呢 决定了这一个场域所带动的结果 就是说 除了法门的选择 以及场域的决定 这两个决定我们不谈了 那么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没有因素呢 决定了最后的结果的因素 变化的因素 有三种力量来谈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在修行佛法中间呢 最核心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 场域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法门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而真正运转这个场域 运转这个法门的呢 就是这三种力量 来我们看 就是佛教场域的架构的理论呢 操作佛教场域的力量 我们刚刚讲的 场域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一个平台 一个空间而已 就像一个舞台 那么唱什么戏码也决定了 至于唱这个戏码 大家鼓不鼓掌 哎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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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点什么 看这个表演的 表演的好不好嘛 对不对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谁表演呢 这个比较重要 就是操作这个场域的力量 三种力量 第一个叫做法界 叫法性力 什么叫做法性力呢 我们用前面的社会 世俗的这个说明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下棋 对不对 下棋的时候 有一个棋盘的规定 像棋有像棋的规定 对不对 比如说像不可以飞过河 对不对 是要斜着走啊 是不是 走者不能退后啊 对不对 你不能棋跑到棋盘外面去啊 对不对 他有一个规定啊 打棒球 球高了坏球 投低了坏球 丢四个坏球保重 是不是啊 哎 打了很远了 超过去的全力打 就跑回来得分了 这都是规定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规定之下 看你怎么样去 运转这个规定嘛 规定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可以运转它 是不是啊 你在这个既有的原则之下 来运转这所有的可能性嘛 就是法心底 那么同样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 这个佛法的这个空间里面呢 它有一个规定 就像我们说 水会往下流 核能 它会产生强大的能量 大气压力呢 所以呢 水压之下 两个水平 如果有水管连通的话 两个水一定是平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来水 自来水场就放在高山上面 所以呢 它透过水管 就能够到达我们的 不用电抽马达 它就自动的可以到达我们的 水龙头里面出来 流出来 对不对 因为它的压力关系 所以呢 只要没有超过水塔的高度 全部水都会流到 就是大气压力 就是万法都有它的一个 法尔本然的一个 法性的能力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佛法中间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所操控的 所运转的就是 所谓的法性之力 那佛法是什么法性力呢 很简单 大乘三宗的理论 诸法 原生 性空故 性空故原生 原生故性空 第二 唯世所现 第三 唯心所造 这就是大乘的法性力 我们在这个宇宙时间空间当中呢 就是操作运转的三宗理论 这就是法性力 只要你能够跟这个法性力相结合 就能够产生力量 它就会运转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比如说 我们去下棋 对不对啊 我们去打球 我们去做生意 我们去弹钢琴 不是每一个人画画 都画得很漂亮的呢 我不知道你们马来西亚 一般人写不写书法 中国人常常写书法 因为中国字大家都会写嘛 毛笔字大家都会写 可是问题是说 写出来字可不可以看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三会讲的 这个竹谋法师的字 人家要抢着要 对不对 那我们写的字 人家就 给他钱他都挂起来 我跟你说 对不对啊 诶 写字也是一样 你看人家好像 你看人家写好像很容易哦 写出来 哇都 卖钱卖很多哦 你写写看 你说他怎么练的呢 他把这个 什么柳公权啊 颜真清啊 什么欧阳巡啊 储碎凉的字拿来写 你写写看 你练十年也练不出来 我跟你说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个功力的差别啊 有没有功力啊 所以呢 运转法性也是一样的啦 这个法性是客观存在 你们谁都可以用啊 对不对 这个维师的理论 这个中观的理论 谁都可以用 问题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啊 这个音乐钢琴 谁都可以弹 你弹来看看 这个笛子放在里面 可以吹 你吹吹看看 你吹点 你五音都吹不全哦 是不是啊 这个书法你也会写中国字啊 对不对 你吹吹看 你写的跟狗爬一样的 不行嘛 没有功力嘛 所以呢 这个法性里呢 要有界定会的力量 加进去以后 有足够的 合理的 三学的力量呢 才能够运转 这个法性力 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常常说 那个做佛事有没有啊 成不成就啊 跟这个主法 有绝对的关键 就是在这个地方 念经 大家都念金刚经 你念经跟我念经就不一样 是不是 差别啊 第三个 就是佛果功德力的加持 我们打比方了 同样是下围棋 对不对 同样是我们学 学出来不同 为什么呢 他有名师指导 你呢 没有 所以你学不出来嘛 同样是写书法 同样是练钢琴 同样是画画 人家就学得好 为什么呢 名师指导 有差哦 他有很多的 画谱 有很多的旗谱 供他练习 你呢 没有 你就使不上力啊 你就借不上力 这个叫借力啊 对不对 借人家的功德力 来充斥自己的能量啊 是不是 这是不是借力啊 对不对 这个呢 佛菩萨的功德力 就跟我们这个一样的 你这样想就想通了 是不是 问题是说 我也想找一个名师来学啊 对不对啊 问题 你有没有这个缘分找到咯 还有问题是说 老师教你 你听懂不懂啊 还有很多问题 老师要不要教你啊 这麻烦了 所以你要看 看了好像有个拜师 学义啊 好像 这四个字啊 可是里面学问很大的 你知道吗 这个老师很重要 老师不是都是圣人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你很真心跟他学 他不教你 他留好几手 不是留一手啊 真的呢 尤其是古代人 学这个义啊 这老师都留好几手啊 为什么呢 他看你啊 这个人啊 真的可不可以 可靠 到了最后最后 他在把那最后压箱的几招 传给你 还不是每个人都传 你们看过小说啊 看过那什么吧 尤其是武功这东西啊 他就是不教你 他为什么 他为了防了你 你造反了 你知道吗 都学会以后 你就 你就拿我的功夫来 来造我的反了 你知道吗 这是讲开玩笑的话 不过你们对我 放心 我不会留一手的啊 只要你来学的话 好 我都不留一手的 为什么呢 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啊 多一个人学 我多一份功德 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这种观点 你学了比我 你有能力比我好 那你发扬我的功德 那有什么 最好 我就是希望你把它学会 你学会了算我一份功德嘛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不怕人家造我的反 为什么呢 他造你的反 他比你强 好了 我们不要说 我们有这个道德 说随以他功德了 你要反省你自己 你为什么会输给你徒弟啊 你为什么输给你 你自己不努力嘛 好好努力 懂了意思吧 所以我不怕人家学我东西 就是呢 你自己努力 就好了 把你自己管好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闲话 所以呢 这三种东西啊 老师的 佛菩萨的功德力的加持力呢 跟法性力呢 是客观的 看你会不会用 所以主观的就在我们个人的三学的实践 所以归结到最后啊 所有佛法的力量呢 还是必须要 要什么 要我们自己用功 这个宇宙的真理 还有佛菩萨的功德 你用得上用不上 还在你自己 摆在那边的东西 看你会不会用 会用就是你的 不会用 看了 跟你没关 所以啊 我们再看下面啊 最后讲的就是个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场域呢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呢 你的心力小 所以你所操作的 这个法性呢 就受到局限 比如说 像你的围棋的功力 经济的能力 你的权限力 那么你所操作的范围就小了嘛 对不对 你是一个乡长 你是一个议员 你的权限就小嘛 你是一个部长 你是一个省长 你的权限就大嘛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嘛 你有一百万 你可以操作经济市场就大嘛 你有十亿 那就更大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都是跟我们的 本身既有的力量 产生的关系嘛 第二个就是呢 你这个力量 你是怎么样去运转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怎么样运用你的力量 比如说它是分段的 分层次的 分空间的 不同的因缘实际上去操作的话呢 也会造成的这个 场域不同的作用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呢 慈悲道场 也就是在我们所说的三种三宝的原型 衍生型贯通型的这各种形态之下呢 随着我们参与的大众的身俗 四众弟子的什么呢 我们的三学 戒学 定学 会学的力量 我们运转着法性 还有佛菩萨的功德里呢 在以慈悲的 这个精神 结合了大乘经典里面 所举行的一个什么 一个忏悔的仪式 就叫慈悲道场 忏法 这就把这个名字呢 讲完了 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图啊 就是把这个法性 这个平台跟这个三种力 结合起来 我们下面呢 我们本来应该是讲这个 入畅文 初畅文呢 那么后来我想了一下呢 因为这个是属于其次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下面的呢 跳过去 我们先讲这个 先讲这个后面的思想大义 我们看第九条 我们先把它变成第八条 梁皇思想大纲 现在第八条 梁皇思想大纲 我们第九条 就是原来的初畅路上 我们放在第九条来讲 好 请各位看到 这个五十四页 看到这个梁皇 那个第九 现在变成第八 第八 梁皇思想大纲的解析 我们看这一段 就这个图表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整个 梁皇宝唱 我们说它有两个组成的部分 一个是四十个章节的唱文 对吧 第二个就是一千多尊的佛菩萨 佛 还有一百多尊的菩萨 那么由这两个 佛菩萨的名号 跟四十个章节的唱文呢 结合起来的 对不对 佛菩萨的名号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这四十个章节的唱文呢 我们就把它的思想抽变 归纳成了七个思想的纲理 就是我们现在图表这个部分 那么现在就是 第一从归命三宝 第二礼拜忏悔 第三发福利心 第四发愿回向 第五因果夜报 第六神经感到 第七节元四节 那么我们把这七条呢 分成因缘果 就是祸 业 苦 来分析 就是由过去的无名 无名是什么呢 我们是无名说是祖父 然后鱼吃的无知是爸爸 产生了现行的贪嗔 吃慢疑的烦恼 驱动我们的牲口造业 所以无名就是指现前的贪嗔吃的三毒 这是我们的过去的祸 然后驱动我们的深山口是 沙道淫 妄语其以二口两舌呢 造了业 造了恶业 这是过去的 应该 是无名是缘 无名是缘 业是阴 这是这样才对 无名作为远阴 所以是缘 造了深山口寺的业 是正阴 由这个业呢 召感了现在的山徒的果报 就现在果出来了 看到了吗 所以在这个梁皇宝叉里面 有一大段的思想 就是所谓显业报 说明了种种的业报 的现前的苦 痛 有这么一个思想 有这么一大段的文字 在参文里面呢 说明了这个业果的可怕 我们起的恐惧心 因为每一个友情呢 他都造了恶业 往昔无量节造业 只是现前没有现行而已 将来都会一一地现行 所以我们起恐惧心呢 要赶快地忏悔 我们今生往昔所造的恶业 所以就要 现在要赶快地修集善法 就是下面的音 我们要先修 化解过去的无名造业 将要受的果报 那么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做四件事 第一个 闺命三宝 第二个 忏悔礼拜 第三个 发普利行 第四个 发愿回向 那么这四个 等一下我们会具体地来讲 那么这个四个做了以后呢 这就是佛法的大的纲目 这四个是大的纲目 做了这四个以后呢 还要加上他力 加上他力 就是神通的感应 就是圆 祝圆 于是就达到未来的解冤世界 业障消除 现在 闺命三宝 礼拜 忏悔 发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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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智力 神通感应 佛菩萨的加持 是他力 智力为因 他力为原 造成的未来的就是什么 就业障消解 冤解解除消灭的结果 于是我们就离苦得乐 所以这就是梁皇宝燦 他所开展的一个 所谓的因果关系 这七大的思想体系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来一条一条地看 那么这个1234567 是根据燦文的先后次序 出现的 那么我们现在摆的 是根据因果关系的摆的 所以这根柜先说明一下 我们下面就看 这七条 一条一条 我们往下看 那么这个七条 下面的引文 就是根据梁皇宝燦的燦文 我们把每一个思想 它的一些要点 我们把它揭露出一些代表性的 来看到梁皇宝燦这个思想的 它的一些特性 这七个思想 我们就从引用这些文章里面 这些简短的文具里面 就可以把这一个思想 在梁皇宝燦里面 这个思想把它掌握到一个梗干 这是我们讲解的一个思路 好 第一个我们讲 闺蜜三宝 闺蜜就是皈依的意思 我们佛门第一个就是要皈依三宝 我也常常给信众做皈依的仪式 我在给他们做皈依的仪式的时候 我都会讲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 为什么 我说我们人 那这一切的友情 我们都要有个依托处 我们的生命 要依靠一些东西而安住 不但安住 要安住得非常的舒适愉快 不要有苦恼 不要有痛苦 那么我们最少 我们要一套什么东西 我们来检查一下 第一个我们要依靠物质 比如说我们要有空气 要有阳光 要有水 要有房子 要有衣服 这是最基本的 好坏不管 至少你有个房子住 要不然下雨刮风怎么办 对不对 你要有衣服 天气冷的要穿 你到了北方以后 不但穿衣服 要穿很厚的衣服 是不是 第二个 我们要有一些 做人处事的道德思想 伦理思想 还有一些技能 这个道德伦理 作为我们人与人之间 相处的一个什么 一个鬼范 这个技能 作为我们谋生 我们要赚钱 你要有一些技术 你就是说我是做个 卖个包子 我也要懂得 怎么货线子 怎么包包 怎么蒸包子 怎么煎包子 对不对 这个你要懂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你如果不懂得 做人处事这些道理的话 你这个人机关系就混乱了 胡作非为了嘛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伦理道德 很重要 他怎么样跟人家相处 这个基本的 思考的原则 要掌握 这第二个 你要靠这个东西吗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 这个人就出问题了 这个人就会出问题 第三个 我们要亲人眷属 我们才不会觉得很孤单 我们的心灵的话 才会得到一种温暖 你知道吗 这个眷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大致度论讲到 人啊 友情啊 最重的贪着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男女的情欲 第二个就是眷属 父母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啊 他爸爸妈妈可以不要 就不能不要朋友 对不对 是吧 这个眷属啊 第四个呢 他要有些事业 有了谋生的能力以后 他要事业 得到这种自我的肯定 自我信心 甚至中国人讲 要利公利德利言 要让自己的这个生命 能够延续到天长地久 那么我们说 这些我们举了这四条 这就是世界人依靠的东西 还有就是身体的健康 他有了这些东西 他就很神气了 他就 这个中国人讲的底气很足 讲话声音很大 是不是 走起路来 昂头挺胸了 你要是缺少一点 他就会 人就 讲话就声音不大 走起路来 就好像畏畏缩缩缩的 就是他靠这些东西 可是他不知道 这些东西 他都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都有几个特性 什么特性 第一条 无偿 无偿啊 你的健康 你这些物质 你的气县圈 你这些技能 这些全部会离开你而去 时间没到 到了就全部会离开你而去 第二个 什么东西 苦性 什么苦 这很好啊 他不知道 为什么 你要追求 你要维持 心不辛苦啊 很辛苦吧 是不是啊 这些亲人眷属很高兴啊 对不对 可是 这亲人眷属也很难缠啊 你要一天早应付他呢 是不是啊 其实夫妻之间 你也要花很多心思来应付呢 对不对啊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把它